最近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爆 尤其是茂尔本上个月更创下单月最高的涨幅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因为现在的放盘数量比往年都要少 所以导致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那在这种市场 作为买家 要和另外一堆买家去抢确实比较困难 你会发现如果你乱出低价 中介连理都不会理你 但出价高了 你又会怕自己买贵了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心得 作为买家有什么准备功夫是一定要先做好的 而不至于会买贵或者买错房 我也会分享一些方法 怎么让中介在有新盘的时候 第一个会想起你 让你占尽先机 那我看过YouTube还有很多的网上文章 都可能讲过类似的题材 但是我发现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貌似没有太多人分享过 那这一集的影片内容比较多 时间可能比较久 但是希望这些不同的角度呢 是可以对你真正正正有帮助的 所以希望你耐心看到最后了 大家好 我是法兰克 我是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人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是有帮助的 记得关注点赞 留言分享 并且按一下旁边的notification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之后每周六会更新的新内容 那首先在你看房之前 有几个准备功夫 是一定要先做好的 第一点是我以前很多视频都说过的 买房不是买菜 需要非常详尽的一个计划 那最重要可能就是你的税务架构 要在你买房之前就先准备好的 就算你买的是自住房 你可能觉得将来的增值税与你无关 可是难保有一天你是会搬走的 那你买的自住房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投资房 所以无论你买的是自住还是投资 我觉得买房这个决定需要从一个商业并且理性的角度去对待 这样才能确保你买房以后真正正正能赚到钱 第二点紧接着税务架构应该就是你的贷款架构了 贷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架构 最重要它是要能够配合你的税务架构的 更何况在你看房之前 你一定要先做好预批Pre-Approval 我完全不理解一些人 在没有了解过自己的借贷能力之前就跑去看房了 这种买家我会叫Windowshopper 看看就算了 而这种人在现在这个市场 正正就是卖房中介 最不想浪费时间跟你交谈的一群 最近我也帮很多买家做一些Pre-Approval的准备和申请 我会发现大部分人会觉得银行愿意批多少贷款给我 我就应该全用掉 但其实我们是应该预留一部分的贷款能力 将来当我们碰到合适的投资房的时候 我们才有足够的贷款空间去进行更多的投资 要不然就算你找到合适的房子 将来这个房子无论涨多少 对你来说都没有特别大的用处 因为你已经没有足够的贷款空间 可以再进行Refinance了 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意思 可以参考我以前讲过Refinance的这个视频 第三点就是在你拿到Pre-Approval之前 你其实已经可以对你喜欢的这个区 官网去查清楚 学校的school zone和他的catchment边界线在哪里 千万不要完全相信中介说的话 甚至你可以打去这个学校去了解一下 目前这个学校的收生情况 我曾经有个客户买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学区 然后等他买完以后 学校告诉他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收生已经满了 结果要排队 多等一年才能进这个学校 而且呢还没有保证的 那这个时候就遇苦无泪了 如果是投资的话 可以查一下这个区在过去10到15年的房价表现 甚至可以查到这个区的控制率的记录 而且有没有什么因素会让他持续健康的去增长 当然可能这些数据呢 有一些是需要付费的 但是既然我们说的是一个这么重大的投资 我个人觉得这个钱绝对是值得去给的 第四点就是在同一时间 你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买房清单 上面可以写清楚 你到底想要买什么 有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有哪些是可以割舍的 如果是买投资房 非常简单 只要这个回报上的数据 达到我们目前财政状况所需的 那这个房子你基本上可以锁定了 自助房就会要求比较多 因为当中有很多个人的喜好和个人感情放在里面 比如说你希望厨房大一点 厕所不要太旧 后院的面积比较大等等 你可以把这些因素写在这个清单里面 按照顺序排列最重要的一些因素 有哪些是可以不要的 哪些是必要的 那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自助买家呢 都没有做这一点 导致他们看房的时候呢 经常会变卦 本来花一到两个月 基本上可以找到的东西 最终拖到半年一年甚至两年 依然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房子 这样就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房产上升期啊 时间本来就是成本 那当你做好以上四点的准备功夫 那恭喜你 你是一个带着精准目标去看房的人了 不但可以缩减范围 节省看房的时间 看到合适的房子 你也可以比其他的买家出手要快 而且呢 卖房的中介也会更重视你 更愿意与你保持沟通 毕竟在现在这么火热的市场啊 一套房子可能有十几 甚至几十个买家 同时要问中介问题 有经验的中介 一般就会筛选一些我们行内 叫qualify的买家 而是重点的跟进 那如果以上四点你一样都没有做 那中介真的没空理你啊 那要知道卖房的中介呢 最擅长就是谈判和讲价 导致很多人呢 其实在跟中介的交流过程里面 很害怕将自己的信息完全透露 而让自己在谈判当中处于下风 但其实啊 如果我们足够了解中介的一些思维和一些伎量 我相信主导权是可以回到你的手里的 所以接下来我会将我自己和卖房中介谈判的一些经验 和大家分享 掌握的好的话 我相信在你出offer的时候 你是可以占到一定的主导权 第一 如果你已经锁定某个区的房子了 对你最有帮助的 就是你和这个区的卖房中介混熟 目的就是有新的房源上市或者上市前 他第一个愿意告诉你这个信息 让你占尽先机 可是问题是啊 就算你现在走进一个房产公司 把你个人的信息 还有你想买的房源告诉他们 最终你可能只是成为他们几千 或者几万个客户资料里面 其中一个而已 那这里教大家一招 保证中介有新房源上市之前呢 第一个会想到你 那这个方法呢 很简单 我们首先在real estate或者domain这种房产网站 然后搜索自己想要选的区 还有你希望购买的房产类别 比如说几房几位几个车库等等 这个时候你就会搜索到一堆的房源广告 你可以把每一个广告里面的中介邮箱和电话先记下来 然后你可以将我们刚才第四点提到的买房清单的内容 以BCC的形式发邮件给每一个中介 这样中介会觉得这个是你给他个人发的一个邮件 那这个邮件和清单的内容呢很重要 我自己可能会这么写啊 你好 我是Frank 我是一个已经拿到preapproval的买家 我现在正积极找这个区里面的house 我的要求很简单 占地最起码要有600平方米 五房三位两个车库 我愿意出价的范围在150到180万之间 如果有合适的房源 请马上通知我 我可以马上做inspection 看完如果合适的 我也可以马上出offer 当然了这个邮件最好以英文去发出 我只是以我仅有的中文水平来翻译给大家的 但是这里有几点非常重要 你已经告诉这个中介 你是拿到preapproval的一个活跃买家 而且因为你有这个清单 你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当然记住和投资清单的内容很不一样 你也告诉他你愿意出价的范围 所以这里刚才提到第三点的准备功夫 你知道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 而最后你也告诉中介你是可以马上行动的 这个方法你可以让这个区的中介都注意到你这个买家 我可以告诉你中介最喜欢碰到的就是你这种既清晰又明了的买家 而且最关键是快 除了拍卖以外 你越快能出offer中介是越高兴的 当然在这种市场里面发一次email可能是不够的 你可以考虑坚持每周发一封邮件给他们 这样的话中介会知道你是认真并且是急切的一个买家 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接到新的房源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了 第二个方法是在你参加inspection 或者是私底下跟中介交谈的过程里面 记得要尽量做到不要露出自己的底牌 但是我这里意思不是说你要对中介各种撒谎 因为一个有经验的中介是绝对能够分辨你这个买家是不是真诚的 而我永远觉得你怎么对中介中介普遍就会怎么对你 我的意思是在inspection的时候千万不要表露你是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就算你已经喜欢到非买不可了 也尽量不要在中介面前表露出来 因为有经验的中介绝对有各种办法让你抬高价格 而如果你是非常感性 在看房的时候只关注家具可以怎么摆放等等 你会很容易看漏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屋顶有漏水的痕迹 附近可能有一些高压电等等 那一般理性的买家是不会这样的 而一般我也会建议买家做起码两次的inspection 第一次就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去 第二次也许是在阴天或者下雨天的时候去 目的除了看这个房子的采光和有没有漏水之外 我们要注意这个房子在不同的时间段有没有噪音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飞机的飞行航线下 又或者是我们在一个school zone里面上下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会否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等等 那在和中介交谈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一般可以反客为主 尽量去提取一些对你有用的信息 比如说房东为什么选择要卖 他们愿意接受什么价格 那如果你在第三点已经做好房价的调查 如果对方开价高了 你就可以很有礼貌去问他 你凭什么呢 如果对方开价低了 这个房子也合适 那你就可以马上出手了 但是有一点更重要的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就是房东对于交房有什么额外的条件 大部分人在出offer的时候会觉得肯定是价高者的 对不对 可是我能告诉你并不是百分百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在我过去十年的房产经验里面 我看过不少情况 offer第二高的买家反而胜出 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有很多种 也许是出价最高的那个买家 他没有预先做好贷款的准备 那在他签约的时候 他希望加入一个subject to finance的条款 就是说万一买家的贷款没有下来 那可以退出 又或者是因为自己贷款银行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他要求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交房时间 而出价第二高的买家呢 因为提前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功夫了 除了不需要加入这些条款以外 甚至可以提早交割 也有些情况房东卖房以后 希望从你这里leaseback 就是反过来租一段短时间 那这个时候哪一个买家愿意接受这个条件 也许就会影响房东卖给谁的决定 第三个方法就是在出offer的时候可以用 中介在这个时候会想尽办法让你抬价 而很多中介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告诉你 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买家准备出价哦 当然现在这种市场不排除是真的有啊 但也有可能中介在唬你 目前是没有别的买家感兴趣的 可是很多买家会因为怕错失的这个心态 到最后就白白多出几千到几万块 那作为买家呢 其实这一招你可以反过来用在中介身上 你同样可以告诉他 附近有一套相似的房子 价格比你低 我也准备在那边出价 可是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这一套 房东到底愿意接受多少钱呢 这个时候如果中介是在骗你的 根本没有别人愿意出价 那这个时候害怕错失的这个心态 我们就转移到 房东身上了 那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些交割的条件 我们可以尽量配合房东 让我们的offer被接受的可能性提高 可是这里有一件事情 你千万不能妥协的 那就是unconditional 或者没有冷静期的要求 那除非是拍卖啊 因为拍卖是没有冷静期的 一般的买家都会在拍卖之前 就做好足够的调查 在你签任何东西之前 一定要先跟中介拿一份完整的卖房合同 交给律师看一遍 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对你不利的 或者不公平的条款 也要看看这个地块有没有easment 如果是strata title的话 那我们要看一下strata minutes 看看将来有没有一些额外的费用需要交的 同时我们要做好building and pest 建筑结构和害虫的报告 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聊一下拍卖的一个流程 那在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看到大部分好的房源都是拿来拍卖的 那最近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们希望在拍卖之前就给对方出价 出的价格也不低 但是中介根本不理他们 完全不理解为什么 这里我们要先理解卖房中介 他们的思维和心态是什么 拍卖其实是为一家房地产公司 以及中介本人打广告最好的机会 你会发现普遍拿出来拍卖的房子 当你去咨询价格的时候 中介普遍都会报一个很低的价格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买家来参加inspection 这个时候中介除了拿到很多的客户资源以外 同时也会让所有来看房的买家觉得 我是有希望可以买到这个房子的 然后当四个星期的inspection过后 所有买家就会纷纷到这个拍卖现场去尽头了 四个星期的inspection里面 中介绝对不会接受你的offer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介是希望把房东的期望压低 那如果这段时间他把你的offer告诉房东了 那房东的心里就会觉得 那我reserve price可以放高一点了 这个是中介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在这几个星期的inspection 一个offer都没有 房东反而心里会有点压力了 然后到了拍卖当天 拍卖是叫喊一两个小时以后呢 最终的售价达到比reserve price高几十万的效果 中介也成功博取了附近邻居的兴趣 拿到更多卖房的生意 这个就是他们要的最终效果 那你想想如果他在拍卖前就接受你的offer 后面这些利益和效果全部都没有了 那如果你最终还是决定要去拍卖去尽头的话 有几个事情是一定要记住的 尽头成功与否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你的预算 第二房东的心理价位 第三就是有多少买家跟你一起尽头 有些人会告诉你拍卖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可以让你提高胜率 我想说的是没错 在一个普通的市场里面 这些技巧也许真的能帮你提升银拍的机会 可是我个人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这些技巧根本没有用 除了你个人的预算这个因素是可控的 其他两个因素根本不受控 所以这里有一个个人的建议 既然在准备功夫的第三点 我们已经对这个区域进行过房价的调查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房子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注意是价值并不是价格 那如果发现镜头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你个人预算的上限 或者是已经超出了这个房子本身应有的价值 除非你是打算未来二三十年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否则我劝你不要继续了 回家算了 那如果在这个区你已经去过很多次拍卖都失败的话 那也许你要考虑别的区了 如果是自住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区周边其他的区 那投资的话更应该看看不光是其他区 也许其他的城市不同的市场 所以总结就是在你买房钱 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 都必须把你的税务和贷款架构计划好 看房钱一定要先做好preapproval 做好足够的数据调查 了解这个区的房价 避免出价过高 买贵了 与这个区的中介打好关系 尽量拿到第一手的信息 一定要占到先机 同时带着清晰的目标去看房 这样一旦碰到合适的 可以快很准 一定要记得在这种市场里面 速度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希望我这个视频能够帮助你 抢到自己喜欢的房子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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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